美國總統拜登在21日宣布退出2024年大選 他會支持副總統賀錦麗做民主黨總統提名人 拜登之前在6月27日的首場總統辯論表現不好 面對黨內越來越大的壓力 他決定退出選舉 拜登在社交媒體上寫了一封信說 做你們的總統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榮幸 雖然本來打算連任 但我相信我辭職並專注做好我承低任期內的總統職責 是我對政黨和國家最好的 拜登上星期確診新冠症狀 現在他在家鄉特拉華州休息 他說會在本星期後向全國發表演講 講清楚他決定的細節 拜登今年82歲 在美國歷史上年紀最大的總統 他之前一直堅稱自己準備好再戰一場選舉 和面對下一任任期的挑戰 確保穩定很明顯 謝謝你 提供 金主